今天要做的是大滷麵 首先先將紅蘿蔔切絲 豆腐把它切成細長條 我這邊使用的是板豆腐 因為板豆腐稍微硬一點點 這樣放下去煮的時候才不會很容易就散掉 接著把木耳切絲 木耳可以買新鮮的木耳也可以買乾木耳來泡 甚至也可以直接買人家已經切好的乾木耳絲泡水 高麗菜切絲 在備料的同時我會在瓦斯爐另一邊煮一鍋水 等一下要煮麵 材料備好之後我們要先放到鍋裡煮 先打一顆蛋 把蛋打散之後 放到鍋裡先把蛋煎熟 在煎的過程用筷子去把它攪散 整個蛋煎熟之後 就把它起鍋放在一旁備用 接著用同一個鍋子 把豆腐絲倒進去煎 如果覺得油不夠也可以再加油 那我們豆腐要把它煎到它的外皮為焦 這樣子在攪拌的時候比較不容易散開 接著同樣的鍋子我們加少許的油 先把高麗菜絲放下去煮軟 可以加一點點的水幫助高麗菜絲軟化 接著把其他的蘿蔔絲 紅喜菇跟木耳絲放進去一起炒 把它均勻的拌炒開來 防熱水鍋水滾之後 把麵放下去煮 煮自己要吃的量 煮麵的時間 大家也要依據你使用的麵條去調整 那我們繼續拌炒我們的其他材料 我們為了讓配色好看一點點 切了一些青椒絲 我們先把蛋絲加進去拌炒 再把金針菇也加進去 把後來切少許的青椒絲一起加進去 倒入約700cc左右的水 讓所有的食材微微的有醃到水 蓋上鍋蓋稍微滾煮 那記得豆腐也要加進去煮 那也可以加入雜菜絲進去一起煮 把所有的材料稍微拌開來 輕輕的就好了 蓋上鍋蓋 那麵煮熟的話就要起鍋放在一旁備用 等到湯整個滾開來之後 我們就要稍微做一點調味 先調一個太白粉水放在一旁備用 在鍋裡加一湯匙的烏醋提味 稍微再攪拌均勻 接著倒入太白粉水勾芡 打兩顆蛋 在湯起鍋之前 我會再把蛋液加入這個湯裡面 讓這個湯裡面浮上一層蛋絲 比較好看 輕輕的攪拌一下 等蛋整個熟了之後 就可以關火 將煮好的麵盛在碗裡 把這個煮好的湯淋上去 食用前可以另外再灑上胡椒粉 跟擺上香菜 一碗好吃的大滷麵就完成囉 好 好 好